杰德蒙 翻譯 監視 額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紹 我今天也是那個 算是來參加折舞的來賓之一 我今天負擔是引研的一個角色 我先介紹我自己是環保團體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秘書長崔淑欣 那我今天非常榮幸來來當女人找 第一個我也想要見到昌子 就是跟他女人是我們團體的好朋友 那我們知道他這一陣子非常的辛苦 他來台灣避難並不只是純粹避難而已 他甚至會願意站出來到台灣的各地去演講 今天不是他的第一場 已經是N場了好幾場了 已經演講了非常多場了 我不得不說就是他們兩位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勇敢 所以我覺得今天人來當作影演我覺得很榮幸 那其實在2011年 也就是在三年前福島核災發生的時候 我想不管你是反核還是永和 其實大家從來也沒有想到 在我們有生之年會看到核災的發生 當你看到那時候CNN那個鏡頭 當那個核電廠爆炸的畫面的時候 我想所有人都一定感受到非常大一個衝擊 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就是這個災難是在即時的時候 就在我們眼前發生 那我想很多人看到那個場面 我們在這一帶這個場面會變成我們這一生 永難磨滅的一個記憶 那我們怎麼思考這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科技的災難 那我們常常講說科技災難過後可能大家就會遺忘 不管是核災不管是氣胞或什麼 但是核災這個部分它的性質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我們剛剛講就是其實有很多的災難 當然都會帶來很多教訓 但我們講台灣是散望的 常常新聞過後就不記得了 但是核災為什麼到三年一直到現在 它在台灣或是在全球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體 因為核災的本質非常的特別 好非常特別 今天如果是地震 如果是海嘯 或是任何的其他的災難都可以說 我們都可以聽到當地的政府或災民說 我們一定要重建 我們一定要回家 那慢慢的大家付出的努力 付出的時間 然後可以讓災具重建 然後讓原本的災民重回他的家園 但是核災這件事情就是這麼的特別 因為輻射的這樣子的一個輻射層的它的 我們說它的輻射性沒有這麼快出來減 所以它你不是一年三年五年就可以回家的 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就連我們現在看到車座比核災之後 現在那個地方已經三十多年都不能住人 福島要多少年它可以回去 沒有人知道 但絕對不是短期可以看到的 所以其實這個災難為什麼 在我們說過了三年之後 它還是台灣社會非常關心的事情 但是因為這個災難本質非常的不一樣 當然很多我們也會想想說 到底福島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它其實不只是對於福島 甚至周遭的鄉鎮 甚至對整個日本發生什麼樣的關係 那其實在這幾年陸陸續續都有 我們都有邀請一些日本的朋友來 來訴說這些事情 那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2011年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那時候我們台灣在4月30號 有我們團體跟北東南東 很多的環境跟民間團體 我們發起了反而的遊行 那在那一年的時候呢 日本的反而團體說 他們可以聯繫兩位輔導媽媽來台灣 參加遊行一樣 然後在遊行的舞台上 講他們的事情給大家聽 我們那時候聽得心裡面很驚訝 就是為什麼 因為3月11號才發生事情耶 4月30號其實還在災難當中 他們願意過來 我們簡直是不敢想像 就像我們剛剛講 在災難過程的時候 我們並不希望那麼快去談這個事情 因為你必須要讓這些居民 他必須要稍微要療傷 我們並不要去挖這些事情 但是那兩個媽媽說 他們排除萬難 他們一定要來台灣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在那邊感受到的這些災難 他們希望不要在任何一個地方發生 所以即使沒過多久 他們還是說 他們想來 那所以後來那兩個媽媽來 然後那兩個媽媽來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來多麼不容易 他們後來連護照都必須在日本的那邊 重辦他才不想來 我們就覺得納悶說 為什麼你護照要重辦 他說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福島核災 我們從家裡逃出來的時候 我們身上什麼都沒帶 連護照都不在身上 所以當他們要出國來台灣的時候 他還必須去重辦護照 你就可以想像 那個一個對他們連根拔起的 那樣子的一個災難裡面 但他們為什麼想要來呢 因為他們想要做到 就像這個其實他們講的 Nomo Fukushima 就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那時候我聽了很感動 後來我們也陸陸續續認識了 許多來台灣避難的 不管是像長子媽媽 像這樣的日本朋友 甚至也有像陳小姐這樣 是在台灣的台橋到日本 甚至是在福島 那後來他們也回來台灣避難 那可是其實 大家心裡都有那個創傷的傷口 願意站出來 而且勇於去對大家 訴說這件事情的人真的非常少 而且他其實是非常非常勇敢的 所以我要講說我非常敬佩這幾位 願意站出來跟我們大家來分享 就是他們看到的事實 還有他們所受到的影響 好那這次我們要想要引演 那最後我用一個 一個東西讓大家能夠 稍微有點感同身手 來我們在那邊切換一下我們的網站 我想問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網站 在福島核在之後 網路上有很多熱心的網友 他們製作了很多的東西 那這是其中一個網友 他自己做了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叫做核電廠距離測量器 就是我家離核電廠有多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網站 回去之後你這樣搜尋了之後 你假如在這個空白處 你打下你家的地址 然後來看結果 我們往下看 好 我們剛剛已經查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 好我們先停一下 我們可以現在看到的是 就是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好辦 民主路這個地方 離核電廠有多近呢 這邊算得很清楚了 其實很多人可能從來沒有想像過 我們到底跟福島有什麼差別 我們到底離核電廠有多近 目前這個地方離核一廠是157公里 距離核二廠154公里 距離核三廠比較遠在 大家知道核三廠在哪裡嗎 在墾丁 好 對我看有人搖頭 很多人還不知道台灣會這樣在哪裡哦 核一核二廠 核一廠在那個北海岸的那個石門 核二廠在北海岸的萬里 好 那再來核三廠是在墾丁 好 在南灣那邊 那核四廠呢是在東北角 好 東北角海岸的貢寮 現在這邊是離161公里 好 所以其實這個好像100多公里 大概講好像蠻遠的 好像還是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哦 好 下面那個中國的核電廠我們就先不要看了 這是更複雜的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對照表 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這些公里到底代表的是什麼意思呢 好 好 慢慢停一下 好 我們可以看到了 好 原來呢 五公里是什麼呢 五公里是 目前呢 在共聊像核四廠這些核安演習哦 其實只做到離合電廠五公里 他的演習範圍只有五公里 那 二十公里是什麼呢 二十公里是 福島核災之後呢 在福島旁邊強制撤離的距離 好 福島附近二十公里要強制撤離 要那邊說 在這個 這三十萬人應該指的是台灣 對 是指台灣 假設在台灣 如果再強制撤離的話 要三十萬人 好 三十公里是在 日本政府要求福島居民說 你如果離合電廠三十公里 不用強制撤離 但是要在家避難 那八十公里是 那個時候 美國政府建議 他的日本橋 就是在日本的橋名說 如果你們離福島八十公里的話 你們要撤退 那一百公里還是 還是測到高輻射劑量 那兩百五十公里呢 是什麼呢 是從福島到東京的距離 從福島到東京的距離 就是兩百多公里 那其實即使在那個時候 我們都聽到 東京在搶礦泉水 為什麼搶礦泉水 因為自來水裡面的輻射量 超過嬰幼兒的飲用標準 所以很多的爸媽媽非常擔心 即使你到了兩百公里之外 都受到輻射污染的影響 所以我說如果當看到這個時候 我們再回頭來看 到底我們家裡何獎多近的時候 這個距離就比較有現實感了 好 那我希望用這個來讓大家能夠 加深我們今天聽這個演講 跟我們切身的關係 好 那 接下來我做一個廣告 就等一下如果演講結束 我們這邊有帶來兩個 跟何宅有點關係的電影 那敵人有發給大家 好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好 等一下會後的時候 可以來跟我下去 因為我們有在 跟片商合作 就其中這部片的電影票 我們有在賣 但是比電影院優惠很多 好 我們的只賣單 就是單張是兩百塊 算是等於是 那個多餘的經費 就是做我們團體的 反核運動的經費使用 好 那先跟大家做一下這樣的廣告 那我們就來聽這兩位的 跟我們的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叫MASAKO CHANZU 我來到台灣 兩年六個月 我已經在想看完 一句 我自然不容許 很討厭 好 一瓶小姐 不好意思 我只是操作做了所以我去到這裡 現在的福島 就是基民和隱蔽和現在的福島 和現在的福島 我們在大陸市跟一緒一起行動 大概半年左右的時間 我們以一個 親民與隱蔽的題目為主 然後還有現在的輔導這個題目 在台灣到處做了一個 有點環島的狀態的演講 那大概已經進行了二十四場了 多分 今日ここで二十五回目位 所以今天來這舞的話 其實算是講了第二十五場 雖然是第二十五場 還是還有這麼多人想來參加 覺得很高興 簡単に説明をしていきます 不好意思 OK 我來臺灣來臺灣的原因 我先來臺灣 首先我要說明 為什麼我來臺灣 看著我來臺灣 他也有很多原因嗎 主要是這樣的原因 雖然有很多很多理由 但是這四點是最主要的理由 我的家是在駿山市 最右邊那個小圓點 那邊是核電廠的位置 我住的地方離核電廠有60公里 爆發して日本政府もテレビも偉いお医者さんも みんな30キロの中だけ危ないと言いました 核電廠爆炸之後 政府還有媒體還有醫院公布出來的消息 都是說只有30公里圈內是危險的 60キロとかもう30キロ以外のところ 逃げなくていいよと 大丈夫沒關係 30公里以外就是我住的地方 是60公里的地方 大家都說是安全的 不需要逃跑 でもその時 美國政府は80キロより外に出ろと すぐに言っていました 但是那個時候 美軍提供給 在那邊的美橋的消息 是80公里 都是需要避難的 だから 外国人系の会社とか 外国人の奥さんとか そういう人は連絡が早く行って すぐに逃げていました 所以 當時在日本的那個 很多外資公司的太太 或什麼 他們都立刻收到消息 然後就大家都很慌張的跑掉了 これは汚染の地図です 這個是汚染的地圖 空間の線量 ガンマ線 というものだけを測っています 是空氣限量的汚染圖 色が濃い 赤い 濃いほど汚染されています 顏色越深的 表示受到輻射汚染越重 東京も真っ赤です 東京も真っ赤です 在東京 那邊 你們也可以看到 那邊有很多紅色的地方 これはチェルノブウイリ の距離を日本地図にはめたものですね 這個是 村諾被核災的距離 然後直接就是套到日本的那個圖上面的話 在陳諾比核災的時候 在陳諾比核災的時候 有旁邊的超過400公里以外 那邊有很多地方有很多身體受到傷害的小朋友 或者是大人 有那時候健康上發生危害的人 在陳諾比的那個狀況的話 是可以把整個日本的範圍全部包刮的 これはヨーロッパのEU連合 納維が主に調査して発表した 汚染地図です 日本の汚染地図です 這個是福島核災發生後 歐洲那邊發表的污染圖 日本政府が発表したものでは まるで甘い もうこんなの全然ダメだっていうことで ヨーロッパの人たちが調査して発表しました 日本日本基本上は 地下距離ということは 日本日本的自分は 全て視加看一下 他們講得這麼嚴重 但歐洲的研究員們 遠慮地發表了一點低一點 而歐洲對於這個評判的話 他們有稍微抓了一些buffer 所以不是把最嚴重的數據呈現在上面 這是摄氧和要素 二種的核種だけ的汙染 他有更多的他に出現 現在這張圖上面只有針對 0.131和4.137而已 還有其他核種並沒有一起呈現在這上面 他有ウーラン、プルトニウム、ストロンチウム 有很多核種が出現 但這個數字並沒有出現 所以實際上還有其他 比如說像什麼 其他的那些核種的部分 都一起加進去的話 其實是會更嚴重的 これは私が住んでいた家です 這個是我在駿山市的家 庭でおもちゃ屋さんをしていたんですが 我在自己家裡的院子那邊 開了一家玩具店 こんな風に庭に小屋があり 中間がおもちゃ屋さんでした 就在院子裏面蓋了一間小木屋 那裏面是販賣小孩子的玩具店 家の中では赤ちゃんが定期的に集まって ベビーマッサージとか遊んだりしていました 在家裡有開小朋友按摩的課 その家が2011年6月7日に行って計測したら こんなに高い数値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 31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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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に行って 我回家去測了家裡這幾個地方的輻射限量 この庭の4.41、4.79 チェルノブイリだと強制的に移住させられます 像院子還有停車場 這種4.41維西府這樣子的量的話 在車路比核災的時候 是必須強制避難的地点 でもここは今でも人がこの近くももちろん住んでいます 但是在日本卻日本政府卻告訴我們 這邊不用避難 而我的鄰居現在還是有很多人住在那邊 私がここに行った時は帽子をかぶって マスクをして眼鏡をかけて 脱いで捨てられる服を着て 靴も捨てて全部捨てて帰ってきたんですが それぐらいし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ぐらいの汚染なんです それぐらい汚染されているので どんどん病気が増えています 那因為實際上汙染的狀況是很嚴重的 所以發生疾病的人也是不斷在增加的 一番わかりやすいのは子供の甲状腺癌です 最引人注目的現在最明顯的是小朋友得到甲状腺癌 最初に政府とかが言った 60キロとか80キロとか大丈夫だよと言ったところの人数 がんになったこの人数が21人とか多いです 我住的地方是現在表示21位甲状腺癌的那個地方 政府那時候告訴我們這是不用避難的地方 可是卻有21位得到甲状腺癌 これは25年の12月去年 これは去年12月底的時候的数据 ここからまた増えました 数ヶ月で増えて今は89名です 在今年5月份更新的数据 已經全部 剛剛去年底是起始思維 今年5月18日的数据是89位得到甲状腺癌 これが今年の3月89名になりました 那這個是89位的在各個地區分布的人数 多分もっと本当は多いと思います まだ検査で上がってきてない数字がある 因為現在福島他全線的檢查 還沒有完全結束 所以這個是已經檢查到的人 那接下來應該會再更多 この中の50年はもう手術をしています 其中有50個人 已經做了甲状腺的切除手術 中学生とか小学生 高校生もいます 而剛剛統計這個數字 他是針對18歲以下的兒童 所以手術的那些都是小学生 國中生高中生 甲状腺の癌だけではなくて もう既に他の場所に転移をしているので もうすぐに手術をされました 其實他那個是惡性的癌症 他如果不切除的話 只會轉移更多地方而已 所以一定要做切除 本当なら10万人に1人しか 工場腺癌にならない統計 原本18歲的年輕人 會得到甲状腺癌的比率 是十萬分之一 福島県だけ89名 いやもっと多分いると思います 但是福島現在卻已經有89個小朋友 得到甲状腺癌 これでも政府は原発のせいじゃない 放射能の影響じゃない と言っています 日本政府卻說 這89個不是因為核災 造成甲状腺癌的 今まで病気だったの 調べてあげたから見つけられたんだと言います 政府說 他們原本就有那個癌症基因 只是剛好核災之後 幫全部的福島県民 做健康檢查 所以才發現的 手術してもらったこたちは みんな喋ってはいけない がんだったって言ってはいけない みみってみんなに言われます 而這些去做了 甲状腺癌檢查 癌症出來的這些人 他們去手術完 他們不能告訴別人 他們得到這個疾病 他們必須 當作是一個秘密 だからなかなか表には出てこないです 所以 大家不會實際接觸到那些人 還有那個真實的狀況 他にも鼻血が出る 視力が悪くない 子供の白内障が とても増えています 而小朋友 也非常多人得到白內臟 還有大量異常的流鼻血 大人も病気がとても増えています 除了小朋友之外 當然大人的疾病也是增加的 私の友達は 三名臭いもしなくなって 何を食べても味もしなくなりました 我有三個還在福島的朋友 他們都已經喪失了 味覺和嗅覺 それでも あまり放射能の生徒は 怖いので 認めたくない人が多いです 即使在你身邊 有這麼多人得到這些疾病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 不想去接受這個事實 子供の白血病も増えています 小朋友也有很多人得到白血病 でもそれは耳耳なので 誰も言います 但是這些當然都 政府都不會讓這些消息走漏的 病死者数も増えています 這是在2011年統計的 就是小朋友死亡的人數 是逐年增加的 私も日本に爆発後 一年関東にいたんですが ずっと体調が悪かったです 剛發生核災第一年的時候 然後我先去灌東那邊避難了 那一年我的身體狀況一直很不好 ずっと 毎日のように頭痛薬を飲まないと 頭が痛い あとは足の骨が痛い 体の節節が痛い 口難炎ができる もうずっと一年 這一整年當中 我一直頭痛 然後 嘴巴常常破 還有骨頭 骨頭痛 常常就是覺得莫名的痛 多分初期に かなりの被迫をしたと思っています 我覺得應該是在初期 初期那時候 核電廠爆炸的時候 我曝曬到非常多的浮身線 所造成的 出産の異常も増えています 異常がわかると 中絶を進められます ner 孕婦 孕婦を還運的時候 如果被檢查 Stop somewhere 調整できる感想像 生去に 家族病院を 在辅导的学校里面 老师发给小朋友这样子的文宣 有可能是因为小朋友得到癌症的状况 这样子的倾向增加了 所以老师教小朋友说 班上里面的同学有一半的人都会得到癌症 而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因为癌症死亡 他上面就很明白的写着 有三分之一的人一定会因为这样子而死亡 所以他只是想要洗脑说 你们以后如果得到癌症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这就是事工所发给大家的 安全的福島是别人住在福岛 上面写着说 我们不可以输给辐射线 我们必须在这边大家好好的努力 住在福岛 福岛的小朋友们都会配戴一个 这个福岛的小朋友们都会配戴一个 这个Gaspatrick这个东西 これはこの子が遊びに行ったときに 危ないところに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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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えてくれるものではないんです 他不是会在辐射限量高的地方 发出啪啪啪啪的警示音的东西 他完全不会叫 你也看不到他的数字 これはこの子が どれだけ放射線量浴びているのか データを取るために付けられています 他只是一直去不断的测试 小朋友身上的辐射的数据 然后直接传到 可能什么卫生所或是什么那边去 この子を助けるために 付けてい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会救那个小孩 ちょっと飛ばします 原発が怖いのは 体が壊れるだけでなく 心も壊れます 人間関係も壊れます 人际关系也因为 核材的关系受到破壞 一つ目はお金です 因为钱 賠償金がもらえる人と ここからここまでの人は 賠償金 はいどうぞ はいどうぞ こっちの人は めやかわしい 比如说坐在隔壁的人 可能右边这位可以拿到钱 左边那位就拿不到钱 この人はもらえるけど この人はもらえない 同じぐらい ここに壁があるわけでも なんでもないのに お金の差が出ます 政府所画的那个圈圈 20公里圈内 他可能就是刚好住在20公里旁边 一公尺的那一户 他就连一毛钱都拿不到 可是大家都一样受到何災的影响 この人とこの人は仲良しだったのに この人だけお金がもらえたら この人がなんでこの人だけもらうんだと 怒ります 那像邻居中间就會这样子 为什么就隔壁那一户 可以拿得到 我们什么都拿不到 因此而大家心理的不愉快 そういうことが福島県の中で たくさんたくさん起こっています 在福島里面这样子的事情 是非常普遍的一直在发生 他分配赔偿金并不公平 もう一つ壊れるものは家庭です 另外是家庭的问题 お母さんは子供を連れて逃げたいと言います 有些家庭是妈妈 妈妈想带着小孩去兵難 でもお父さん 不安心 政府は大丈夫だと言っている 逃げる必要はないと言います 但是爸爸可能另外一半说 可是政府说没有问题 所以为什么需要去兵難 それで喧嘩になります 而因此而导致家暴的问题非常多 揉めて暴力を振るたり たくさんそういうことが出ています 而后来导致离婚的人很多 私も私と子供だけで台湾に来ました 我也是只有我带着小孩来而已 まあこんな感じ 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状况 そういう感じです ちょっと飛ばします たくさん汚染されているものを 食べて応援しようと ためん 血玉 ジャニーズ東京 血玉 こういう人を使って 安全だから 食べようという宣伝をします 找明星来 就是叫大家要吃福岛的食物 食べて大丈夫だと思いますか 你们觉得福岛的食物 吃了会没事吗 50個のパンがあります 如果有50个面包 半分毒が入っていて すぐには死なないけど なんか後でじわじわ死ぬかもしれない 毒が入って 他里面不是有剧毒 可是有可能是慢性毒 你不会立刻暴斃 可是你可能有一天 慢慢的累积之后 你会死 どれが毒のか分かりません 而你不知道 这50个里面的 含有的毒量 是不是均等的 食べますか 你们会想要 一人分一个那个面包吗 人にプレゼントしますか 你想要把面包送给别人吗 そういうことが日本で起こっています 吃福岛的食物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奇形の植物 果物がたくさん出ています 就是核災之后 发生畸形的食物 上面是柿子 右边是水蜜桃 なんか野菜が急に 大きくなったでしょ 那蔬菜也突然 都变得超大顆的 危ないものという これはちょっと表なんですが ちょっと忘れました 後で見たかった 今もう現在進行形なんですね 煙が出てないから 終わったような気がする 多分みんなそうだと思います 現在雖然核電廠 爆炸的炎下已经不見了 但是它其实还在进行 こんな風になってます 这是现在实际最新的状態 昨年一兆一千億 一兆一千億ってどんな量か分かります 私には想像がつかない 一兆一千億倍克 這到底是多多啊 還是多少啊 誰知道多少啊 これは一秒間に一兆一千億回 放射性物質が崩壊して 放射線を一兆一千億 放射線を 減らしていく はい それらを体に浮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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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は人の中の血管 の中の血管 到底在哪裡 誰也不知道 現在是深刻的 台灣人很喜歡日本人 就在修學旅行困難 所以就去福島 因為台灣人都很喜歡去日本旅行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去畢業旅行 福島也 歡迎光臨 各位 台灣人都要來 學生都要呼籲 福島當然也會想要很多有台灣的團體 或什麼去 非常危險 但是這是非常危險的行為 我不思議的是 日本人很多 很多人都會說 被迫回避 就是我來台灣之後 認識很多大家一起做反核運動的朋友 可是好像大家都不曉得說 會有就是體內被爆的問題 因為那些朋友他們好像都還是 有在吃日本的食物 日本人都多 但是像我還有我的日本朋友 討論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可怕 然後說 那後 東京地尼蘭蘭 就在写照片 比如說在迪士尼 它是輻射限量很高的地方 東京的築地 吃飯 吃壽司 比如說去 輻射限量很高的築地 吃壽司 台灣人都 日本人都喜歡 所以 迪士尼蘭等 東京也有很多人 而現在台灣還是有很多人 都會去 關東那邊 去東京 去迪士尼玩 迪士尼蘭的入口 那裡的污染 車諾比的入口 不是爆炸中心點 就是管制入口處 差不多就是在迪士尼 離福島河災的距離 有名的國 也沒有放射能 所以 它雖然是一個夢想的國度 但是它不可能 因此而不會受到輻射的攻擊 反核 就是被迫 自分的身體 是很奇怪的 所以 我覺得反核的人 應該也要保護自己 還要保護自己的朋友 你們不應該吃這些食物 自分的身體 自分的未來 未來的子供 也要保護自己 吃這些 含有輻射的食物的話 會影響到自己 而它也有可能會因為遺傳 影響到你的小孩 這是我原本的 駿山市的家 從窗戶看出去的風景 從窗戶看出去的風景 從窗戶看出去 從窗戶看出去的風景 從窗戶看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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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窗戶看出去的風景 因為我不打算回去 所以我想 我不會再看到這個風景 第二次 可是 我的兒子告訴我說 如果他覺得 要回去的話 可能要等五百萬年 福島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 再有另外一個 像福島一樣的地方出現 我的話是終於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彥儒 我是今年四月份 才從日本的大阪回到台灣 然後就是在日本八年期間 剛好在2011年 然後碰到這個核災事件 然後剛好 其實我是在上個月 上個月 然後聽到 撐子媽媽在嘉義的演講 然後才 就是又想起 在日本的這一段經歷 然後很能體會他這個 當媽媽的心情 對 因為就是守護一個家 然後為了孩子的安全 然後這樣子 做下這個決定 然後來到台灣 然後其實這一段 我先講 當時在大阪遇到的情況 好了 然後就是我們在大阪 雖然不是災區 但是在311發生的時候 然後大阪大概是三級的地震 然後那時候我正在駕車 然後是開車在那個橋上 那在橋上的時候 我們就是很明顯感到晃動 然後在那個時期 其實日本已經預測說 可能西日本會有大型的那個 南海地震 就是100年的循環嘛 會再發生 所以我們對地震是敏感的 那那時候橋在晃動的時候 我就想說糟糕了 該不會是地震吧 然後順著就是那個車道流動的步驟 然後開下了橋 然後發現就是街上都跑出來一堆人 然後我想說那就是真的地震發生 那還好是短暫的 可能就是又是清醒的 所以順著那個什麼車道回到家 大概10分鐘的距離 然後我們就是習慣會 就是除了手機會收到訊息之外 然後另外就是看新聞節目 然後知道說現在到底是哪裡地震 然後有沒有關係 所以回到家之後 可能因為是非常大的事件 所以等於說東日本的那個電視台 都是暫停的狀態 然後大家都還在釐清的過程 然後我第一個開之後 馬上開的是網絡 那網路就相當快 對 然後是從台灣的朋友那邊 知道說地震了 然後之後我的手機就響了不停 就是除了說台灣那邊家人的關心 然後還有朋友的詢問之外 然後另外就是 我其實在日本的時候 我的家是算是台灣的孩子 做那個什麼Walking Holiday 到日本打工一年前的一個 算是小據點就對了 所以我會接應很多台灣的學生 然後那天剛好送走兩個 一個是到大阪機場 搭機要回台灣的 然後一個是在成田機場 他到東京成田機場 然後搭機回台灣 然後一個是成田機場的是在 那時候發生航是兩點半至三點之間 然後他剛好是 大概是兩點多的飛機 正飛走 正上空 就是平安就這樣飛走了 然後在大阪的那個孩子 他就是那個什麼 剛好是下一半 所以大阪整個機場就是停 不能起飛 對所以我們用那個網訊聯絡的時候 他就說搭機就是一直 延遲都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說有地震了 所以你要小心 如果不行 就趕快再回到我們家 對所以在那個時候 另外我在台灣的一個朋友 在Niss Radio工作嘛 所以他就希望我成為一個資訊站 就是把目前都還在理清狀態的過程當中 慢慢把訊息透露給他 那我就變成一個訊息志工 然後所以就是除了照顧我 原本照顧的那些在打工的孩子 來到日本打工的孩子之外 然後另外就是做這樣子訊息傳達 那我就把新聞的片段 然後還有發生的經過 然後做完整理 然後再傳給朋友這樣子 對然後所以當這樣進行過大概三四天 前面一週都還在說發生原因 然後去哪裡避難 然後二十公里三十公里 這樣子在解說的時候 然後我們第一個感受到是 除了不安感 然後想說我們這邊到底有沒有關係 需不需要逃走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一直到那個什麼 好像第一個派救援機的是美國 美國在福島當地 救援機是把華僑全部撤走 那是連大阪的華僑全部一起撤走 就是關西、關東的 第一個是美國 第二個是中國 然後台灣一直沒有 我想說 然後學生在關東打工的學生一直說 我們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打工也都停了 然後我就說那真的不行 就是撤回來關係 不然你們就是要放棄你們的一年先回去台灣 就來到關係轉機回去這樣子 對就是大家就是一直在聯絡想辦法這樣 然後後來在家庭裡面 我們在家庭裡面第一個就是食物先斷了 因為關西它不是農產區 福島的牛奶啊 砍層的那些農作物啊什麼都是關西的主食 對所以我們那些食物先第一個全部沒有 然後包括我們早上做味噌湯那個瓦咖咪就是海帶 海帶牙 對那些都是都是關東送過來你知道嗎 我們就全部就是沒有食物 然後關西的食物還要往關東送 因為救援嘛 就所有的物質 然後什麼超市啊什麼加油站什麼 全部都空了這樣子 就是整個那種輸送袋是這樣子過去 然後那我們這邊是拿哪裡的食物 不是拿九州跟那個四國 然後或者是沖繩的食物 然後這樣送過來 所以我們整個食物模式大轉變 就有時候就沒看過那個蔬菜 但是知道說還沒有受污染就很安心就吃 然後就一直到什麼期間 就是剛剛那個山子媽媽有打那個什麼明星出來說 要深遠啊就是關東的農作啊幹嘛什麼 然後所以那時候每一個蔬菜又開始回來 關東的蔬菜開始回流了 大概也差不多半年之後吧 然後一年之後之間 然後就整個包裝袋上就說可以安心食用啊 然後要深遠關東農產啊然後什麼的 然後我就我們當家庭主婦人就是在那邊一直疑惑啊 真的可以吃嗎 然後我先生就說你再不吃那你要吃什麼 然後他就說他就說他舉了一個例子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他說當初廣島長期發生那個河爆了之後 他們那個廣場有一個很有名的那個水池啊 就是當初的河道 那是在爆發之後所有的人喔 就是死了之後全部都是血水啊 然後泥沙然後污染全部就是污染那條河 然後有一個小女孩她就是在當下相當相當的渴 然後她想要喝水 可是她除了那條河裡的水之外 她沒有其他可以喝 所以她就是去到那個河道水 然後就是連著那個血水啊 然後被污染水這樣喝 然後那一幕呢被寫成了一首詩 然後也在那個廣場復健之後呢 就是整個就是她被雕塑成一個小塑像 然後就在那個河道旁邊 那現在那個河道是乾淨的水 這樣一直流一直流 然後那小女孩就是一樣這樣手捧著那個的動作 然後再用 然後她就是要讓大家記住那個教訓說 喔我們不能再發生同樣的事情 那當同樣事情在發生的時候 你是沒有選擇的 你是連那樣的水那樣的空氣 你都必須要繼續這樣引用 那我們其實我當下我是覺得說大人沒有關係 我們已經知道這樣的狀況 那是我們自己開始的業啊 說業果的話我們開始的抉擇 我們在當下沒有努力的去敏感的 然後去做一個選擇 那我們就必須自己收 可是孩子呢 對孩子是在接受我們所做一切之後 接受後面的那個過夜的程序 那其實對於一個媽媽來講是相當捨不得 不管是父親母親都好 那我們只是覺得說過一個安心的生活 然後在一個安穩的家中 其實本來不應該這麼難的 可是好像是因為或許是我們知識不足 或許是我們不夠勇敢 所以才讓環境變成這樣 那我們該為孩子守護的 其實是應該這個世界的規則 然後這個環境的條件 那當我們守護好了 那他既然本就會在安全的環境中長大 所以我們該為他努力的應該是這個 對 然後整個那個過程 在這樣子的演變當中呢 然後自然就也有 一樣跟張子媽媽就做了這樣的抉擇 我們到底是應該留在日本 還是說回來到台灣 那我其實跟我先生是沒有分開的 那就是因為剛剛想的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面臨到 我其實小孩接下來要上小學了 然後還有教育的問題 那我就是覺得說我該給孩子什麼 似乎是應該是要讓他知道 現實的環境其實是不完美的 那我們做父母的人其實是有這個勇氣 努力為他去改變一個環境 然後去替他做出一個正確的抉擇 我覺得這是現在多數人沒有辦法放棄的一點 對 或者是還不能夠體會跟知道一點 這一點的可貴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不管這個孩子這樣子遷移 或者是家庭這樣分開 會不會對他造成什麼樣的 可是他在多年之後他可能長大以後 他回想起來會知道當初媽媽做的選擇 是這樣的時候或許會對他人生有一些影響 然後可能會是比較正面的 讓他之後也有勇氣同樣的去 再去一個新環境 然後去走一些比較正確的道路 那我覺得接下來其實是開放一些 就是大家有的疑問 然後再回答會比較好 對 好 那我們謝謝彥如 也謝謝昌子媽媽 好 那他們兩位先這樣分享 那我們現在後面的時間就開放給大家提問 好 那其實我真的覺得他們兩個講得非常生活化 跟我們這種環保團體出去演講是大不相同 對對對 真的是這樣 那我覺得可是這是非常非常真實的 非常非常真實的一面 那其實我分享自己的一個經驗給大家聽 就是說其實像我剛剛講說 我們在看到核災的時候 其實我們反核很久 一直有這樣的立場 但我真是說從來不希望 也沒有想到有生之年會看到這個發生 那當然發生之後 那其實那個時候台灣有很多的記者跟環保團體 都想說我們是不是要去輔導看一下那邊的現況 然後大家真的都非常的猶豫 那後來有一個機會是在福島和在發生了半年之後 也在2011年的8月的時候 終於公共電視受不了了 公共電視說他不想要再拿那個外電報導了 還是說他們想要去福島拍一下 就是半年之後 就是福島的災民到底現在怎麼樣了 想做第一手的報導 然後他們說因為他們對當地不熟悉 所以拜託我跟他們一起去 因為我們一直都有在跟日本的團體保持聯繫 好 那所以公共電視來邀請 那我們就想說好不好去 可是大家知道心裡就是非常的害怕 然後心裡想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去問了一些台灣的一些教授們 說去要準備些什麼 要防備些什麼 都要問了很清楚 然後公共電視那位記者呢 其實他是一位剛剛當媽媽的女記者 小孩剛生 所以他猶豫了非常非常久 他到底要不要接這個任務 好 可是呢 他一度已經跟我講說 他想跟公司申請換人 他不要去了 好 那但是後來他還是覺得 他還是有那個任務在送他去 因為他是在公司裡面報導 和電非常非常資深的一個記者 就是他很專業這樣子 他後來是以他的專業優先 所以他還是決定要去 所以那時候我們跟公司的攝影團去的時候呢 大家都不能想像我們在背包裡面放了些什麼東西 除了放了很多套的那個輻射防護衣之外呢 還包含鞋子、手套、泳鏡 然後呢素食麵、素食飯什麼 全部都弄了一堆 然後輻射針射器全部都帶去 然後呢真的帶到福島之後呢 其實我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那種感覺 就是說 那真的是到福島之後 我們反而發現說 其實很多福島人身上是沒有裝備的 而且是一半一半 就有一半的人他會戴口罩 有一半人沒有 然後我們去的那時候 我們是跟外國很多外國專家一起去 包含美國、印度、歐洲 大家去的時候 我們每人人手一個輻射針射器 然後都戴著口罩 然後從那個福島站走出來的時候 看到福島市民 好多人都沒有戴口罩 我們就覺得天啊好詭異喔 可是我們明明看我們手上的輻射針射器 素質是很高的 這才是真正感到恐怖的地方 對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有訪問 不知道當地的一些 就問他們說 為什麼你們有的人戴口罩 有人就說 我家裡認為這很危險 我出來一定要戴 好 那我們就問說 有些人為什麼沒有戴 有些人就說 政府說是安全的啊 政府說沒有關係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人間關係 就是這樣撕裂 大家會覺得怎麼會撕裂 不是事實白眼前 可是並不是 因為輻射它是透明的 無色無味的 當你手上沒有輻射針射器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你暴露在什麼環境裡 所以他在日本號稱 他說 這輻射是透明的恐懼 你願意正式 真實 或是你假裝沒有看到 好 那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問一個 一個輻射先生 我們就說 為什麼你就 都覺得沒關係 他說 第一政府說沒事 第二我也不是覺得沒關係 他說可是喔 他說可是 你說現在你的輻射針射器很高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 量的時候 大概 那個是 3點多 3點多 3點0多 維繫過 其實不少 他說 他說 外國記者 你們來 這還算低的呢 福島核在剛開始的時候 是這十幾倍以上 所以現在已經下降了十幾倍 我已經覺得安全多了 你聽的時候就會覺得難過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我們一般 在台灣沒有核在的狀況下 我們正常的輻射數值是0.04 然後他說之前十幾倍 就表示說那輻射只到十九 或是二十那種 那是多麼可怕 那真的是多麼可怕 對啊 然後 第一他說 因為他們沒辦法避難 因為我們去的地方 我們也不敢靠近耳電廠 我們去的就是福島市 就是唱著媽媽說 離福島耳電廠60公里的地方 政府說沒事 可以正常生活 然後呢 可是我們真的去問福島市的 那時候呢 他怎麼樣二十七萬的居民 有十萬人已經自主避難去了 什麼叫自主避難 就是我不相信政府說 我自己跑 那再剩下的一半 就是工作沒辦法離開那裡的 生活沒辦法離開那裡的 好 那還要包含就是 有些是相信政府 他就 就是任命這樣子 都有 所以真的其實在那個整個裡面 是一個非常 你無法想像的 一個非常掙扎的狀況 那我們在這邊去訪問 因為我們還是短期 但是我們就已經那麼害怕了 因為你當你發現 那個偵測器跟台灣 跟日本那個相比 差那麼多的時候 你已經感到害怕 然後 可是呢後來我們發覺 我們帶著所有的裝備 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可笑 為什麼可笑呢 因為今天如果你是進核電廠裡面參觀 你這個裝備只用一天 或幾小時的話 這看起來很正常 但是當你在一個地方要生活的時候 你怎麼有可能 一天24小時 穿著防護衣 跟戴著手套跟口罩呢 你幾乎是做不到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們有問很多小朋友 在路上走 他們沒有戴口罩 他們就說 對啦媽媽叫我要戴啊 學校也說盡量穿長袖 他說但是現在天氣好熱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已經是八月了 好熱喔我就不想戴 好 所以他就 他就不見得會聽 學校跟加拿的話 他就不用 對啊 所以其實當你在那邊 那麼久的時候 你就像那位老先生 或像那個小孩 你久而久之 其實你就等於是 你即使身在獨中 你都沒有辦法去 去做那麼多的防備 就只能假裝沒有 所以當我們那時候 在住的時候也是 好我先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們要戴佣鏡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好穿輻射防護衣 口罩這都可以想像 我不要吸入輻射層 我身上不要接觸到 為什麼我要戴佣鏡呢 因為台灣的這些 醫學教授跟我們說 當你在浮澡的時候 你用那個自來水洗澡的時候 因為那個自來水在水庫 也會受到膚色污染 那它可能會進到你的黏膜 或者是你的眼睛 或者是你的嘴巴裡 這當然就是等於 你是不是這層是 進到體內的 因為那個時候 輔導了之後才剛剛 六個月嘛 所以我們要戴著佣鏡洗澡 各位 你可以想像 你要戴著佣鏡洗澡 洗一次兩次就算了 你要住在那邊的話 你怎麼過日子 你怎麼過日子 然後呢我記得 我跟那位女記者 我們洗了兩天之後 我們就放棄了 因為你知道佣鏡會漏水嘛 後來水還是漏到眼睛裡 我們就會覺得 這一切非常非常的荒謬 那個荒謬不是覺得安全 而是你覺得 這地方已經不安全到 它其實會讓人 有精神上的問題了 我記得還有一個經驗是 我們那天下午 有一天下午我們出去訪問 訪問福島的農民 跟種水蜜桃的這些人 我也是問他們這些 對農業的影響 然後呢 後來等到我們回到 旅館住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電視上 有一個新聞有一個快報 那個快報就是 今天下午一點半時 福島核災不小心洩出了 就是從3月1日以來 最多的輻射層 對 然後我們現在 喔一點半 然後我們在外面 然後我回家才能看到新聞 我才看到那個報導 就是你那個感覺 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你就會覺得 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這個災難 就是你 我說它無色無味嘛 你的輻射層也不可能24小時 輻射層也不可能24小時開的 你就偶爾開的 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不敢24小時開的 因為我們只要開的 它一定嗶嗶響 因為它是比台灣的正常數值高很多的 我們總不能走在路上 一路嗶嗶響吧 結果我們後來一直想說 那個路人都會側目 說 你們好像在嚇人 在恐慌 我們只好把那個聲音調靜音 可是它是整個 整個是不正常的 就說即使是60公里 都是這樣 即使我們是一個外來的 只待一兩個禮拜訪問者 我們都覺得 這地方是這麼的難以生活 只要你心裡面 知道這些知識 而且你心裡面想的這些事情的話 你都難以生活 當然你可以 就當作沒看到 那是可以 所以其實我們去的時候 有些人 輔導人很猶豫 有一些老人家 就是他可能是50歲以上 他就說 我們可不可以向政府訴求 就是50歲以下的人 都搬離輔導 那叫日本的50歲以上的人 都來這邊好了 因為 因為輔射是有潛伏期的嘛 就是他可能5年10年再來 他說 我們50歲以上的人 就不怕死了 那這邊就變養老中心好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年輕人 全部離開這裡 因為這裡不安全 就是 輔導人 他一方面不想離開家鄉 所以他 他不知道 他就想到這個 這個很 我們覺得很影響天開的想法 但是那時候是 住在那邊輔導的人 他們是 就是真的很憂慮的 這樣子跟我們講 說有沒有這樣可能 那當然沒有這樣可能 因為日本政府到現在 還是很強調就是說 嗯 這個 不是很沒有這麼嚴重 這樣子 就是說他還是在30公里 30公里以外 像60 70 80 他還是沒有讓 就是年輕的 30 40歲的 甚至是孩子們 能夠去 去避難 這樣子 那他還是會告訴你說 沒有關係 你就住在這裡 這就是 這就是 我們在 在 聽到的福島的現實 好 那當然我覺得 像 山子 或者是像 彥如他們是用比較生活方式 來跟你們說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公視的這個新聞的話 上網去搜尋 上網搜尋 只要打公視我們的島 福島和災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時候 我們拍的專題 其實是到現在 我覺得台灣的公視新聞 了不起 他們的新聞部在去年 也還是有到福島 拍的新聞 比較短的新聞 可能在他們的新聞專題裡 所以打公視福島和災 在YouTube上面 應該都還可以看到一些 這些消息 那我們當然覺得可惜的是 台灣其他媒體 是不這麼做的 台灣其他媒體是不這麼做的 所以我們幾乎是很少看到 這種第一手的報導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 空的時間就讓大家 可以來問一下 他們兩位的問題 有沒有人想要 發問的 好